Hello 大家好 引领月Johnson 今天是2024年7月4日 今天简单和大家讲讲赌收的问题 4月7月1日博监局公布了 今年6月份的赌收是有176.9400万澳满元 如果按年的话 与去年的6月份比增加了16.4% 但如果按月与今年5月比的话 就会减了12.3% 至于今年上半年1至6月 澳门的赌收累计是1137.5300万澳满元 比去年同期 即是去年上半年的801亿 就增加了41.9% 这个数字其实都是比较亮丽的 不过坊间就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就说 6月份的赌收跌比5月份少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特区政府 在6月头6月中的时候 叫停了一些赌场 不让他们派免费小食 令到赌场的人流少了 客人又少了 所以澳门的赌收跌 继续这样的话 对澳门的赌收有影响 另外一派意见就认为 6月份是传统的博彩淡季 所以就说 叫停了免费派小食 其实影响又不大 我个人就认为 实际上 6月份 确实是一个传统的淡季 在赌收来说 你说 叫停了一些赌场 不让派免费小食 对赌收有没有影响呢 我觉得 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是影响 不会很大很大的 到底 2024年的赌收 可不可以达到特区政府 去年在施政报告的时候 所预期的 2024年的赌收 有2160亿呢 我觉得 虽然6月份的赌收 比市场预期的180亿 就少了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 其实这个机会也是高的 如果现在所有的政策 没有变 中央的政策没有变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变 我觉得 达到特区政府预期的 2100多亿 我觉得 机会也是高的 但是如果要去到2300亿 我觉得 就有点难度了 难度呢 不是说派不派免费小食 最主要要看的 我觉得是大卫的经济环境 特别是中央的政策 过去 我一直都说 澳门的赌收多少 其实 中央是拿着水口的 放多些客人 放多些人 放多些人 自然多些人 下来澳门投注 那澳门的赌收不上升 如果水口要紧些 就没跌 很简单 所以市场 或者整体的经济状况 确实对澳门的赌收是有影响的 但是最关键的 其实是中央的政策 我过去看过一篇报道 就是澳门博彩界的人士向传媒 都很坦白地承认 赌场派了很多免费小食 确实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去博企酒店等等 他们也很坦白地说 赌场的客人是有年轻化的趋势 我觉得这件事 中央是惯着 是看着 是看到的 而这个趋势 会不会再持续呢? 所以叫停呢? 不得而知 或者另外一种说法 因为赌场派发这些免费小食 是相当丰富的 有什么? 茅台、奶茶 另外还有些蛋糕仔 很多东西 夜饮食 相当吸引 赌场派发这些免费小食 令到那些旅客 比较少帮助澳门的中小企 影响中小企的生存 所以特区政府叫停 这些是不得而知的 不知特区政府想怎样 不过也很坦白地说 是不是叫停了赌场派发 一些免费小食 可以帮到澳门的中小企呢? 我觉得 尽管博企和中小企之间 我一直都说的存在 一定的竞争关系 会不会令到多一些人 去澳门的旧区 要光顾澳门的中小企呢? 我觉得是未必的 因为现在的旅游模式 都已经改变了很多 现在内地的年轻人 最喜欢的就是 穷游 或者特种兵式的旅游 你说是否一定是没有影响 又不至于 但你说是否影响很大呢? 我觉得是未必的 中小企的问题 过去我也说了很多次 有关键的就是 政府要有一个规划 要搞旧区 整体的城市规划 到底特区政府应不应该 叫停博企 派发免费小息 其实这件事真是见仁见智 我先讲回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我不赞成 也不支持政府 叫停博企 去派发免费小息 第一,我觉得具体的作用 未必会很大 第二,你按得多少呢? 过去我在《信报》也写过 其实 赌场或者贵宾厅 向他们的客人 去送一些东西 有些优惠 送房 送船票 送一些餐饮 食票 食券等等 其实过去一直都有的 所有的赌场都是这样做的 澳門过去都有很多这些东西 他们一直行之有效的方法 赌王鸿森也说过 不怕你精 不怕你呆 最怕你不呆 他们的目的就是 希望吸引更多些人去赌场 这是他们一直都在行这一套 事实上是OK又有效的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只不过 过去最主要的对象 就是那些贵宾厅的人 所以送房 送食票 送相关的东西 跟澳门充小企的距离相对比较远 所以大家都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好直接的竞争关系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 因为私人贵宾厅 业务已经失眉当中 现在只剩下公司厅 现在所有的赌场 他们的重点客 都是中场 或者他们所称的高端中场 所以他们送优惠的对象 就不是那些贵宾厅 就是给中场客 或者高端中场客 所以没有免费小食 这些东西出现 OK 现在特区政府也好 什么都好 你不给赌场 派免费小食 我觉得不对 因为干涉得太多 这是自由市场 他们自己会竞争 OK 你不让他们派免费小食 他们都要竞争 他们都要生存 他们自己都有业绩压力 他们会送其他东西 或者去他们属下的餐厅 shopping wall 里面消费 是有优惠呢 是有其他东西送呢 难道你又禁了吗 特区政府设物 把手伸得太入 这件事 我觉得是危险的 因为 博彩市场 始终都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 他们自己会竞争 会出尽法保 各出其谋 可能送这些优惠 可能送第二些优惠 可能有第二些优惠 特区政府又禁得多少呢 是不是它推一样优惠 你又要禁它 还是怎样呢 这个是不可能 过去我一直都强调 博彩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 特区政府不适宜 管得太小 管得太深 把手插得太入 管大方向 只要它符合法律要求 符合特区政府的博彩政策 做相关的事 那就OK了 或者帮特区政府 帮澳门社会 推动产业多元等等 就OK了 大方向 对的 对头的 就没问题 不违法的就没问题 其他东西就切密 管得太小 否则呢 就是浓效反绝的 过去我一直都说 博企和中小企有一定的竞争关系 当然也有合作的关系 如果大家不善忙的话 应该会记得 在2016年的时候 六大博企曾经 试过联手推出一个澳门爱爱的活动 凭着一张身份证 就可以去各大博企 里面的餐厅去吃东西 享有八折或者其他的优惠等等 结果在那段期间 他的活动为期五周 即是五个星期 那时候澳门的餐厅 或者澳门区的食店 真的哭得一句句 晚上就没有人 为什么? 因为博企 第一 他们的地方站里 有停车的空间 野食又新鲜 金碧飞煌又漂亮 他们一出手 我们的中小企 确实是招隔不住的 这点就说明 博企和中小企之间 是存在的一定的竞争关系 如果博企都插着手入去的业务 以他们的实力 人力什么呢 中小企根本就没得斗 对两个不同的部分 特区政府是要分开不同的策略的 不可以干预博企的运作 甚至打击他们的运作 去希望扶中小企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中小企的扶持 还是中小企的扶持 你必须有策略 有政策 有实际的执行 才可以 够中小企还是够中小企 博企的管理 还是博企的管理 必须要分开 尽管中间会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 你都必须要分开处理才行 现在特区政府 我觉得他们所推的政策 他们的策略 就不是很得好 他们现在用一种方式 就是活动式的推动 什么叫活动式呢 就是在不同的区分 特别在北区或者在旧区 搞些活动 或者放些装置艺术有可 放些东西在里面 等等 其实我觉得 你说完全没用 也不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作用 相当有限 而且 是一种短时间 你搞的活动 放烟花 放烟花 是觉得很漂亮的 哇 很漂亮的 但是放完烟花之后 一阵风一吹 就没有了 而中小企 并不是说放烟花 在活动期间 可能生意好一点 之后怎么办呢 做生意是算长期的 并不是说算 某三几个星期 或者某一段日子 是吧 当然有些生意是这样的 但是 如果在澳门的中小企 特点来说 很多 茶山丁 食肆等等 他们希望 细水长流 每天都有相当的生意 平稳是最重要的 所以 最重要的是 要从基础打起 并不是放烟花 如果真正想帮助澳门中小企 我过去也说过很多次 你必须从一些基本的东西 着手 譬如一些旧区 你必须要通过城市规划的手段 将歌区的环境做好一些 争取一些泊车的空间 街道就剩下一些行人设施等等 或者绿化做好一些 令到那个区域 就是通过都市更新等等的方式 令到那个区 是有朝气有活力 移居 移居有朝气有活力 本地人都进去住 都愿意进去住 营商环境自然好 自然会吸引到旅客 当然 中小企自己也都要生性 要提高品质 提高服务质素 提高产品 多元性 特色特点等等 另外可以增加一些宣传 一些统一的宣传等等 才是真正帮助中小企 好了今天就简单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 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like我 或者share给你的朋友 拜拜